歡迎回到前進行台灣 這一段我們來看的是韓國瑜最後一天的上班日 其實今天才是 但是他定調是昨天 他舉辦了一個告別的音樂會 說是什麼感恩取代仇恨 但是這個現場你看到就是 很清楚的有罷免黃捷的牌子 韓粉他們在這個現場 發起了一個行動連署 而且還可以看到的是 這個市政府根據他們的租借規則 這一塊草皮是不能夠從事政治活動的 那為什麼他們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進一步去挖 發現說這個民間團體打狗戰文化協會 連立案都還沒立案 而且還查到說這個協會是誰主責的 是韓粉歷史歌 我們一起來看 韓國瑜團隊告別音樂會 韓粉高舉罷免黃捷的牌子 當起行動連署站不斷在活動場地上 號召民眾簽名 但依據市府場地使用規則 是不能涉及政治活動 白眼女神痛批 韓國瑜最後一天不言了 黃捷也提到活動場地還是租給一個不是合法立案的團體 綠營議員簡幻宗問出背後關係 我們昨天就是跟社會局查詢 他的發行人代表叫做李毅修 李毅修這個人我們上網Google 真的是很巧合 就是所謂的一個網紅叫做歷史歌 他是一個韓粉網紅 那他整個社團還沒有完全成立的狀況下 他的相關的經費來用 我也覺得這部分社會局那邊也必須要做一定的說明 透露主辦單位是韓粉YouTuber高雄歷史歌 前新聞局長鄭兆欣是這樣定調 是一個民間單位 文化協會來就是做這個場地的協調 那市府邀請市府作為指導單位 韓國瑜下台最後一天的晚會 說不對力不衝突 卻放任韓粉號召罷免黃捷的政治活動 在會場大喇喇游走 看他們情緒激動 不過黃捷所屬鳳山選區 28萬7千多人 最新民調只有19%的人會去參與罷免 如果到了投票階段 一定會去投的只有32% 其中48%是同意罷免 換算下來也只達15% 遠低於選罷法的25%門檻 韓國瑜感恩守望活動 從租借場地到活動內容都是爭議 三立軒許氏庭來比箱高雄報導 好 昨天這場音樂會有搭起舞台 需要音響還有擺的椅子 這些等等的都是要開擠的 然後所以當然我們就要問說 那有沒有花公堂的部分呢 進一步去挖掘才發現說 原來故事的脈絡是這樣的 我們就來看到 好 它叫做真愛高雄真重再見 然後議員就去問 那請教一下 這個行政紀國際處 這個場地主管的機關 那這一個場地的租借 應該他們的內規是講說 只能市府的單位來使用 不外界的 但是這又是一個民間團體 因為新聞局講說 民間團體它花的錢 那民間團體主辦的話 有沒有問題呢 新聞局幫忙借 然後說是誰主辦什麼 我們沒有顧問他是哪裡的來歷 那還有呢 為什麼又被揭露 是因為證照性發現說 黃捷來調資料了 所以他要先發智人 於是他在領書上就寫了一篇 他說黃捷來電刁難 單純的市長告別活動 一場一毛公堂也沒有花費 新聞局作為一個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是打狗戰文化協會 他們允諾說場地 那個草皮有怎麼樣的損害 怎麼樣會賠償 那其實後來去查才知道說 幕後的這個負責人 打狗戰文化協會 幕後負責人是這一個人 他是韓粉歷史哥 而且這整個民間團體怎麼樣呢 6月8號就是在罷免 過後他才成立的 6月10號才送件要申請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的這個案件 還沒有核准 查都查不到 6月11號他就舉辦了這個告別音樂會 議員康玉成表示說 你用自己的名譽去租這樣子一個場地 有違反市府內部的規定 而且可能會有公務人員登載不實的狀況 那WeCare高雄的持續監督就講說一個沒有立案的單位怎麼可以掛在新聞局指導之下 然後來建一個完全不外界的場地呢 很奇怪喔難道是因為有韓國瑜可以靠所以什麼樣都可以嗎 這裡面的脈絡來 任君哥怎麼看 其實我看這個新聞一點都沒有覺得意外 因為過去這個所謂的韓粉或者韓國瑜的這個活動 其實這個脈絡都一直是這樣子進來的啊 你光想想看韓國瑜當時為了要選這個高雄選這個國民黨的總統初選的時候不是全台大造勢 那個時候大爺很好奇錢是從哪來的 結果也說不是他們出的 到最後莫名其妙反正就東西就架在那了 反正有人買單就對了 然後就有人買單了 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敢確還沒有很確切說到底每一場這個錢才來 但只有講一個都跟韓國瑜無關 所以我其實覺得就是說在高雄或者在韓國瑜的這些坟裡面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真的是可以所謂兩套標準 我最記得韓國瑜當時選這個高雄市長的時候他說了一句 他說在高雄以後不要有政治 然後所有的都是走經濟的活動 因為高雄就是要發大財 那第一個毀壞這個承諾其實就韓國瑜 韓國瑜去選總統就是一個政治的活動 所以當他開始這樣做的時候我完全不會意外說 所以雖然用什麼告別音樂 我對這五個字有點不是很舒服 就是說怎麼會用告別音樂會 反正anyway 他們喜歡用這個名詞就好 在裡面有政治活動我也不意外 再來就是說去把這些地方 就是去做了這些不能出界的 我跟你講這也不會意外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還記不記得當時要在台中的時候 一樣是為了初選 那時候在一個什麼遺址的公園那個地方 一樣是說他們要去借場地 要做什麼做什麼公益活動 到最後其實就是韓國瑜的造勢 也是弄得一塌糊塗 然後在新北市也有 後來不是那個侯友宇還跳出來講說 不好意思那個毀壞了你們一樣要把你修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都一直這樣子走進來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現在對於民眾來說 韓國瑜被罷免的這件事情 其實跟他所提的 譚世童那件事是完全不一樣的 譚世童那個時候是對抗的是慈禧 他是對抗的是滿清 那個時候人民沒有什麼說話的權利 你今天你對抗他 他要你怎樣就怎樣 現在不是不好意思 罷免你的是這個94萬9090人 是涉及在高雄的高雄人 你把這些人也比作慈禧嗎 你把這些人也把他比作是暴政嗎 這完全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因為在這個時代我們叫做民主時代 所以你去看韓國瑜他所謂的東西 我其實一直覺得 政治人物的歷史定位 必須由旁邊的人幫他給記住下去 所以司馬遷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他寫的東西他怎麼樣 他是公正的 不是一個政治人物自己想辦法說 我今天湊一個歷史人物 我明天拿一個什麼話 把這些話通通都加在我的身上 然後就變成是我說的 不好意思永遠那不是你說的 因為對台灣民眾來講 韓國瑜發明的只有三個字 叫做發大財 你其他的東西都是拿別人來湊 然後拿來形容自己 雖然你講說我不敢自比什麼 可是你就是拿這個東西來引於自己 那其實沒有意義 我講說現在大家對 你看以前大家都罵那個政治人物說 你們看趙喬鋪路什麼 搞了之後就旁邊提一個自己的名字 好像那東西就是你的 那都是其他人共同努力進來 我認為韓國瑜可以肯定 他的高雄市府的團隊 我覺得沒有問題 我也很早就說 我說今天高雄市民 對於高雄市政府那些禁止的公務員 我老實講 不是他們去針對他 就是你韓國瑜搞成這些東西完了之後 人家其實是對你這個人 投下了這樣一個不信任票 包含對於國民黨 其實一模一樣 你們國民黨掀起這麼大的風波 然後到最後一推二五六 全部怪韓國 我也覺得沒什麼道理 可是問題就回來了 當今天你這些政治上面的操作 你什麼都講不出來 你今天這些粉要去全台大出征 要去罷免誰要去幹嘛的 說真的你們什麼理由都沒有 只是講說因為他是罷韓的頭號戰犯 只是說因為他怎樣 你也舉不出一個他哪裡問政不好 或怎樣 我們這邊有國民黨議員 如果今天你下面的反對者 只是說我就是看你不送 我就是要跟你罷免 你不會覺得莫名其妙嗎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政治 其實不應該是這麼荒謬的一件事情 我認為剛剛民眾在今天為止 其實不管挺韓或者是反韓 在最少投票的那一天裡面 大家做了一件很好的 我們沒有看到大規模的衝突 可是所有的東西居然是在罷免案成功之後 開始鋪天蓋地的說 我們要去報復這個 我們要去報復那個 他不是一個正統的一個方法 所以你說有人在這裡面說什麼 說真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高雄市府不是應該公開講說 不好意思我們這邊是不是愛與和平 不是說韓國瑜不是講說 大家穿白衣還戴口罩嗎 結果沒有 現場的不戴口罩的一大堆 一樣大聲的呼喊 一下要幹嘛的 通通都是你們也都裝作沒看到 所以我覺得被罷免的人一定心有不甘 他一定會覺得很不滿 那我其實覺得大家都可以接受 我們也沒有想要特別去放大說 韓國瑜你怎麼樣 因為畢竟說真的你的公職生涯到今天 這個是民眾給你的一個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是你自己所造的 最後的一個所收到的這個果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這一些 一大堆人假冒你的名字 你光看這幾天荒謬的事情有多少 什麼凱道的也來了 結果說沒有沒有趕快切割 結果那個凱道的主辦人就開始不高興 講說我那麼挺你 結果你們不來支持我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就是你們一大堆人打著你們的旗幟 然後就可以到處去聲勢 然後去幹嘛幹嘛的 然後國民黨也當作沒看到 國民黨說沒有 他們就是熱心挺寒人士 他們都是民間活動發行 不好意思 人家都是拿你們的旗子在那裡 在那裡呼喊 你們都可以容許這樣 所以我就必須講 其實韓國瑜被罷免的這件事情 不是民眾只對韓國瑜的定位的問題 而是對於韓國瑜背後的國民黨 你們在整起事件裡面 你們的態度其實民眾一直都在看 國民黨不會因為韓國瑜被罷免掉 而整個垮掉 可是國民黨很有可能 因為你在事後面對所有的事情 跟你的態度上面 你沒有展現出 讓民眾覺得可以信任的時候 國民黨也會因此而垮 所以如果這些事情好 今天大家都覺得說沒關係 反正這邊罷一個 那邊罷一個 全台都可以罷 我聽到最荒謬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我要去罷免他 你不要想說 我們當時選舉選輸 我們才輸你幾票而已 所以我可以動員多少人去罷 我老實講這個真的幼稚 這個幼稚就是說 國民黨自己很多 如果真的要這樣被罷 2018國民黨當選的旗次這麼多 你們還真的可以被罷很多人 沒有人想要用這種方式去煽動跟鼓吹 可是你會看到 現在有特定的方式 然後就是針對不同立場的人 就開始要去弄 當你連理由都說不出來的時候 你好歹最少找像韓國瑜一樣 我意思啊 台灣的政治發展不是要為誰討公道 台灣的政治發展是要如何為人民謀福利 這一點都說不到 韓國瑜永遠只創造了三個字叫做發大財 現在是被記錄在大家的心裡面 好我們來掌握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韓國瑜投票已經過了 那現在公告這個結果 今天中選會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 已經是正式公告了 韓國瑜被解職 而且他們也訂出來一個時間表 就是高雄市長的補選 三個月內必須補選 中選會已經決議是在8月15號要來進行投票 8月15號要進行投票 那我請教青皇 我們剛剛在講說這一個單位 為什麼韓國瑜辦活動長長的後面 都有奇怪的人會幫他來抖內出錢 說坦白的 因為我對這個韓粉的理解 不有挺韓五虎將嗎 這個歷史歌我是真的不太熟 但原來來包這個場地 做告別音樂會是一個打狗戰協會 發起人是韓粉歷史歌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很奇怪 那他為什麼匆匆的在罷韓過後 要成立一個這樣子的協會 而現在都還沒有核准成立 那新聞局就要背書說 我是一個督導單位 我要讓他來申請這樣的活動 所以呢 為什麼才會講說 就是因為他有韓國瑜當靠山 這個歷史歌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他其實是韓粉非常重要的YouTuber 那這歷史歌非常的有趣 他號稱自己是從英粉變成大顆粉 然後後來轉成韓粉 因為在他還號稱自己是大顆粉的階段 我還曾經跟他在友台的節目上 共同錄影過 當時他還宣稱自己是大顆粉 但沒有想到幾個月之後 他就變成韓粉了 好吧 他怎麼變成韓粉了 我們也不知道也沒關係 但是我們現在要問一件事情的是 在昨天在韓國瑜 他們辦了這麼大型的一個 白衣草地趴告別音樂會裡面去 那你就會問啊 請問你錢從哪裡來 這很重要吧 因為你看到現場活動 有這麼大的螢幕又有音響又有燈光 還有樂團來表演 這怎麼樣看下來整場活動幾十萬 上百萬跑不掉吧 那請問一下這個活動的錢是從哪裡來 第二個問題是 那個場地是鳳山行政中心前面的草皮 那你在怎麼樣活動草皮要不要有租金 或者你要不要保證金 那是哪一個單位核准他的 這兩件事情錢以及這個保證金 租金怎麼處理 你總是要告訴我們給個交代吧 結果當大家以為是高雄市政府 另外挪錢出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高雄市政府說不是不是我們 但是呢是一個民間團體叫做打狗戰 然後文化協會來辦的這個活動 但這時候大家都問啊 打狗戰文化協會 為什麼我們查進去一查 就查不到這個協會呢 然後更妙的是什麼呢 當高雄市的市議員 去詢問高雄的國際行政處的時候呢 你們那個鳳山行政中心前面的草皮 可不可以租給一般的民間團體啊 高雄市的國際行政處告訴大家 不行 如果像貴啊或是我 或是一般外面民間團體 通通不准借 那為什麼一個打狗戰文化協會 到現在都沒看到成立的 成立登記的 那他怎麼借得到的 這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大問題是什麼呢 是今天在看這個打狗戰文化協會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他沒有登記 結果高雄市政府怎麼說的 高雄市政府說啊有啦 人家有成立啦 什麼時候成立的 還沒核准欸 6月8號的時候成立 6月10號的時候 文到社會局 但社會局還沒核准 活動在什麼時候 6月11號 昨天 所以這個協會根本還沒有正式的被核准 也還沒有正式的登記 那請問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第一方面說民間團體 他不可以來申請這個場地 二方面你又告訴大家說 欸他的通過時間還沒有被通過 他其實是沒有的 那你不是讓大家覺得很奇怪嗎 然後整件活動 我們剛剛講的一跟二的部分 怎麼進行的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他說他是指導單位 由他替這個打狗戰文化協會 幫國際行政處去做交涉 我請問你 欸一個不能出界給民間團體的場地 可以由高雄市政府的新聞局 幫他出面去做交涉嗎 那你乾脆告訴我說 這個活動就是由高雄市新聞局 跟這一個還沒被核准的 打狗戰文化協會 他們一起辦的嘛 不是這樣子嗎 換言之這個活動 某種程度就是你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辦給韓國瑜的造勢場合嘛 有什麼不一樣 可以這樣公器適用嗎 這如果不算特權 請問什麼叫做特權 然後妙啦 剛剛今天被講出來說 這整件事情呢 這個打狗戰文化協會 後面是這個大韓粉YouTuber 叫歷史哥的時候呢 你去看一下喔 這個歷史哥在幫韓國瑜 在開相關的直播 在做影片的時候 他是有收取贊助費用 他不是沒有的喔 你看這個就是他的頻道 上面都會主打一個網址 然後告訴你呢 歡迎贊助給我 歡迎斗內給他 那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他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刷著韓國瑜的流量 趁著韓國瑜的流量 在裡面對他來說 是不是有利可圖的事情 是嘛 然後你今天高雄市政府說 對這一個辦給韓市長的 這一個送別音樂會 就是由他來主導的 那你告訴我 那這跟韓市長韓團隊 或是韓市府 他們自己要辦的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在這裡面你才會發現說 原來兜了一大圈 到最後你們那個場地 明明不該給民間的 你也給民間的 明明那個經費呢 看起來就是很大一塊 你沒有跟外界解釋清楚 但我們很確定 那個就是你們韓團隊 跟著這個協會一起辦的活動 然後你現在說 錢都是由這個協會來支出的 那我們請問一件事情呢 請問這個協會辦這個活動的錢 從哪裡來 是從剛剛我們看到的 歷史哥的斗內的管道來的嗎 還是他有其他的 收這些政治現金的管道 可以讓他來幫韓國瑜辦這個活動呢 所以才有人說很遺憾啊 韓市長都已經到了 要告別高雄的倒數這麼一天了 到最後你還留個尾巴 讓人家來說 你這擺明就是做特權 結果呢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局長 鄭兆欣告訴大家什麼呢 他就告訴大家說 哎呀這是韓市長的告別活動 大家幹嘛這麼小兵之銷 已經去計較這種事情呢 請問你這個如果是民間團體 本來不該租的場地可以租借得到 然後本來需要保證金的 不要保證金 那如果這不叫特權 什麼叫做特權 韓市長可以在你在高雄市長 任期的最後一天 最後兩天的時候 去做這樣的事情嗎 我相信這件事情 可以交給社會來公平 我覺得韓傑需要回應一下 因為看起來就是 我市府借了一個不一樣的殼 冒說啊就是民間團體 但是其實他這個背後 剛剛清皇講得非常清楚 你自己看的脈絡是怎麼樣 其實我為了這事情 我要問了一下鄭兆欣 就是說其實他說這個活動 是由新聞局跟打口戰 一起來合辦的 那因為他這個場地 不能外借給外面的協會 所以借場地的單位就是新聞局 然後呢辦活動的錢 是打口戰來出 所以這個就是說 當然清皇要這樣子講 我沒有意見 我尊重他個人的一個言論 但是說如果按照鄭兆欣局長的這個邏輯 我認為也沒有不對 唯一這件事情比較有瑕疵的地方 可能你們會認為說 這個協會還沒有立案成立 為什麼可以辦這樣的活動 你在這質疑說錢哪裡來 但是我覺得如果按照整個法定的程序 如果按照他講的 這個地點是新聞局出面借的 他不外借給民間團體 他府內的單位可以借嘛 借了之後辦這樣的活動 好你就開始講說 到底有沒有為他個人量身打造等等的 我覺得這部分是可以可受社會來公平的 但是我不認為說 如果按照鄭兆欣局長這樣的說法 我不覺得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是新聞局借場地 活動錢是由這個單位來出的 那他們是兩個共同舉辦這個活動 這個打狗戰的團體這麼好 你要無台就無台 你要進到就進到 我就是都幫你分內 但我覺得團體的錢怎麼來 我覺得後面如果有很多議員自然會去舉發 會去了解 我覺得後面還可以慢慢來觀察 只是說如果按照他這樣的說法跟邏輯是可以 我們很多新美市的單位 也是只有府內可以借 府內的單位是可以借這個場地的 對 但是你們會借給一個也還沒有核准立案成功的團體嗎 借單位的名稱就叫新聞局 這是可以的 只是他借了之後他給他用 他跟他合辦這個活動 他的說法是這個樣子 我還原一下這個說法給大家 我先我只問一個問題 如果在新北市內可以發生這種事情 我剛剛有講到 侯友宜市長要幫他 我是說在新北市會不會發生一個侯友宜市長 一個要幫他自己造勢的活動 然後去借了新北市政府單位才能借到的場地 我不認為這是造勢 由民間單位 由民間單位來出錢幫他核銷這筆錢 我是說這種事在新北市政府會發生嗎 在侯友宜身上會發生嗎 我講侯友宜市長做很多事情都是非常的謹慎跟小心 所以市長非常的不謹慎 非常的不小心 所以你講的嘛 他已經有說他們就是出來借場地的嘛 那到底不合法合不合法我覺得後面可以去找正風來調查 這個都可以走的嘛 如果你們認為真的有很大的問題就去調查 我覺得韓市長他如果真的覺得他真的要乾冒這麼大的風險 我想我也尊重他 但是我不認為說 如果按照鄭肇星局長跟我講的這個說法 我認為是合理 因為借場地的單位就叫新聞局 不是這個打狗戰文化協會 因為第一個場地不外借 韋傑 我再補充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一定昨天非常關注的這一場告別音樂會 那當然他也攸關韓國與他的能量 再起的能量會是多少 你看到那個場地的人口 大概出席的人 那些韓粉大概還有多少人 我想昨天好像說現場有4000張的椅子 那好像看起來也是人都還是蠻多的 那當然我就說第一個 或許他在選戰策略上 他當時是用所謂的蓋牌的一個策略 所以很多的韓粉或是很多支持者 他沒有辦法去來表達他個人的意志 那我覺得說今天他已經也確實被罷免通過了 那也即將要卸任了 所以呢大家會出來來跟他做一個道別 那市長也藉由這機會感謝這 你說椅子4000張嘛 那你看到那個現場的人流大概是多少 我看畫面我是覺得還蠻多的啦 但是實際多少我沒有確切去了解他 就是說我從電視上的畫面來看 有啦 一兩萬跑不掉啦 這樣喔 你覺得這樣真的有一兩萬嗎 我們看這個 韓國有在高雄 如果找不到兩萬人 他真的消失下情 好歹他也是一個韓國路 他當初也是有八十九萬的人 但一中老師因為我們看看場地 我看照片你再來評論 對 因為他的場地是這樣啦 你可以看到這個建築物的右半邊 右半邊這邊有一塊 那左半邊還有一塊 所以他分成兩張照片 這邊是有白椅子的地方 大概是4000張的椅子嘛 這邊 但是呢 還有半邊是他還有另外的螢幕區 這邊還有一些人 4000 如果4000 阿姨是8000 然後後來他們喊出是兩萬 你覺得有兩萬的能量 一兩萬我覺得跑不掉啦 就是說 你也不要看得到這個程度啦 就是說 因為他的鋼鐵岩粉的特性 本來就是很凝固 而且這裡面很多也不是高雄人 很多八卜就好了 所以我相信 他昨天那個是小動員 如果他要大動員 我要弄個五萬十萬也不是問題 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你就只有這些 你就剩這些人啊 就是這些人就是會出來 會出來扮你的多重 會去那些人啊 但是倒票就是剩這些人而已 他一直沒有辦法認清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的廠子 所以為什麼大家之前還在猶豫說 韓國瑜的中文很冷 很燙的 沒看過韓國瑜這樣 可是總統大學開出的票 你輸要300萬票啊 你高雄市百分 你就輸到這個出口啊 所以他的韓粉的僵固性就是在這裡 所以如果單純用韓國瑜的廠子的人數 去估縮他的政治能量的話 那事實上 他相信 他在國民黨裡面 這些天王 我們說實在 國民黨內部 包括江銀神這些天王裡面 沒有一個人像他 還有像他有這樣的動員能量 因為他確實可以動員出一批 僵固性的鋼鐵籃子 但是相反的 也只有他的開拓性最小啊 因為他就是這些人 沒有了啊 其他的國民黨的天王 可能還有機會往外開 他沒有了嘛 所以說國民黨要把他切割就是說 他不叫國民黨籤 我跟你說這個國民黨真的會帶 未來兩年會帶到他真的死 他現在好像瘟神 你可不知 那個瘟疫的瘟神 現在瘟疫的瘟 那人又瘟到 讓他打一下 那人會衰啦 好 毅宗老師因為你的國… 然後呢他的分析比較不一樣 他把他往下切 他說 譚世彤跟梁啟超決別的時候 不有行者無以徒將來 不有死者無以仇聖主 所以呢他說點出來兩個重點 一個是徒將來 未來的這個做大衛是怎麼樣 未來的還有仇聖主 這才是重點 那他說江啟成可能太嫩了 他聽不懂說韓國瑜在召喚的是什麼 可能聽不懂 但是呢他認為馬英九跟朱立倫 今天晚上會睡不著 在昨天的這個宣言講出來之後會睡不著 是什麼樣的脈絡 我覺得他是見識 因為當初就是百日維新嘛 那改革 然後他現在就是把這件事情凝聚成就是說 他現在自比自己是譚世彤 雖然先不要講他不要臉這件事情 譚世彤是大義凜然 大義滅清 就是明明我說當初日本人是要保住譚世彤 所以康有為跟梁啟超說好 我們就是兄弟們 我們大家肝膽相照 你們走你們的 你們繼續保下來 可是我要用我的鮮血去告訴百姓說 百日維新這件事情是對的 但是韓國瑜你不是啊 你今天被罷免掉 其實如果你就是好 那沒關係 那就是這樣子 那將來就是我們兄弟們 大家國民黨的兄弟們 繼續幫我改革 那我韓國瑜就是犧牲掉 那事情就算了 你講的大義滅清 大義靈難 結果你不是啊 你根本就是勾著這個事情 你自比自己譚世彤 實際上你比康有為跟梁啟超還數大 因為你還是想要繼續在這件事情上 去有所動作 然後講這個話的意思 對韓粉來講 他們說國民黨這個改革 這個權貴還沒有改完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國瑜 我們還是需要國瑜來為我們改革 所以我跟你說這個人 半年二零二 昨天我跟柯智人副秘書長同代 副秘書說他再也不會出來 他就是不會再選 我說不可能 這個人昨天那一場告別 他斷言韓國瑜拜拜了 不是 他認為韓國瑜 就是因為韓國瑜 他說韓國瑜有跟他當面講說 他會休息 他不會再說 不可能 韓國瑜當面跟光晴姐講過 說他會做好做滿 韓國瑜現在是放羊的孩子 昨天柯智人講說 韓國瑜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 今天那場網看 我想說怎麼剛好相反 很多人認為他無情無義 包括他貴人變小人變仇人 所以就一個韓國瑜 迷他的人 我就覺得他是聖君 但是識破他的人 你會就看到陸陸續續 有一些我講其他政治人物 就是有反對他的一些這種動作 然後你更何況是高雄市民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合不合法 不管是場地誰借的 為什麼要辦這個感恩餐會 從韓國瑜的告別人說 一直到什麼感恩餐會 你有感動的力量嗎 你看到韓國瑜上 你會覺得同情他嗎 當你要告別的時候 你沒有喚起你的支持者 或是過去的支持者的一個同情 或是說給人家感覺 音樂會感動的那種氣氛 硬是要撐那種保溫 那個熱度的話 硬撐出這些人 又那麼倉促 我覺得這真的是沒有必要 韓國瑜如果是非典型 他可以凌去的時候 那種背影 我剛剛一直提到 那個背影 你要讓他覺得好遺憾 或說好同情他 不管怎麼樣 那我講的不是 我洪洪晴這種含黑 我講的是那些 還對他有一些舊情的 或說有一些溫度的這些 他過去的支持者 你知道我韓國瑜的瓦解 代表什麼 他身邊有一些賣粉 你知道什麼叫賣粉 就電台要靠拱一個政治人物 然後一直每天 包這個政治人物 然後他要 下面要賣藥的 那個地下電台 他們過去曾經這樣操作 還有就是 哪個夜市啊 我這個攤位 因為我是挺韓大 這樣你們都來跟我入門 然後就是說 你要經過我的允許 你才能夠進去 變成地方之吧 賣粉你看 完全像熱鍋上的螞蟻 你知道嗎 拱了拱他拱成 拱了這麼久 突然中斷了 另外 中國方面 請問你下面的 要立誰為傀儡 誰是你的代理人 電視台怎麼辦 其實韓國瑜的瓦解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 也是地方勢力的一個盤整 跟原先 依靠他或是韓粉 寄望他把他當神主牌 當精神領袖 你可以看到他還包括他本身 他的師父團隊 他整個是一個分工離析 找不到那個歸所的一個狀況 那剩下就只剩下國民黨 那韓國瑜會不會在一起 大家等著看 那郭婷姐你怎麼看 他說新系高雄新存設計 不會接受任何邀請職務 不會參加任何的組織活動 對對對 我看到這一句我就覺得 一般政治人 我們要知道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現在又不是選舉季 離2022還有幾年 那現在誰要請你去做什麼 你人家都沒有位子 或是沒有那個 不到那個季節 都沒有跟你招手 或是有啊 講你去做顧問 你把他弄得老大 我絕對不接受任何職務 那哪一個職務找你啊 哪一個職務是 現在可以提到檯面上來講 他是一個典型四個字的人物 以前人家說 是嗎 他是一個典型爆起 暴落的人物 立委當到第三任 自己打敗自己 他自己講嘛 幹不下去的 就中間曾經一度想選立委 後來去發黑函 張慶忠啊 那個故事大家都知道 中間只有一個 兩年多的一個位置 是中和市的副市長 其實以下來講 中和區是一個區長 他還是副區長 因為他幫朋友邱錘毅 他做的 知道這不是酒流之地 他要的就是大位 他本來覺得不太可能 後來高雄市長可能了 可能之後又去攀那個總統 所以 他現在是 還是練戰的 就我的觀察 我個人看他這幾天的動向 我覺得他還是練戰的 可是有一句嘛 其實我們今天好像談隔壁老談 談得很久 好像拍一個東總統 那有一句是拔劍事故 心茫茫嘛 就是說他其實是想要拔刀 像過去那樣 可是找不到對象 找不到目標 找不到戰場啊 找不到一個戰場的政治人物 回頭過去以後 你就知道 政治人物就怕什麼 一個字是以前老李 李登輝前總統講的 怕性啊 沒多久你就看 你三個月再去看韓國瑜 你三個月再去看韓粉 你三個月再去看賣粉 你三個月再去看這個電視台 你三個月再去看那個中國大陸 中共共產黨 他們也是 這扶你扶到中間 你兩年都幹不滿 你就被罷免掉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剩下就是國民黨 你如果繼續 跟著 集體自殺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沒有未來 因為 剛剛主持人點到一個說 誰最想取代 國民黨 民眾黨啊 這個部分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再來討論 但是呢 這個部分我們來回頭講說 韓國瑜為什麼呢 他在昨天的那稿子裡面 他還是一直要講一件事 他又提到了許坤元議長的部分 他講說呢 網絡上痛心這一些 怎麼有人還繼續在做惡意的詆毀啊 這樣的民主有什麼價值 能夠來依靠呢 我們看到就在這個事情之後 桃園的這個市議員王浩宇 他不是在臉書上曾經有PO一個文 然後引起韓粉非常不滿嗎 好 最新消息是王浩宇他自爆說 他收到了兩顆子彈的死亡威脅 我們一起來看 荷色縣封上數名寄給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但裡頭裝著兩顆子彈 而且還附上紙條 留點口德 王浩宇透過我是中立人臉書公布這一張照片 說這恐嚇意味相當濃厚 也再次強調王浩宇無意對議長不敬 指控這幾天特定單位的操弄 把社會的對立再次激發起來 無故的基層遠景 反倒成了承擔壓力的第一線 而早在一天之前王浩宇也自爆 受到來自網路上的死亡威脅 事實上我的助理在今天早上 就是服務處開門的時候 就收到這封信 那這封信分為兩個信封 那其中裡面的信封呢 就是有兩顆子彈之外呢 它還有包含一張紙 那張紙是一個恐嚇的文字 那上面寫的就是相關的恐嚇文字 現在因為已經有子彈的出現 那我覺得警方壓力越來越大 那我就配合警方的保護 之前王浩宇因為發有關 與顧高雄議長許昆遠的文章 遭到韓粉踏罰 王浩宇說 受到死亡威脅後 第一時間已經報警 警方也鎖定特定人士 只是事隔不到一天 又收到兩顆子彈 服務處人員不敢大意 服務處也通知 轄區警方進行調查 好 我們看王浩宇 他不只是有被報復性罷免的 這一個蜂巢正在吹 黃捷也是因為有罷免的這個事情 而且現在還收到了 兩顆子彈的死亡威脅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 其實韓國瑜不是一直 他講話反反覆覆 但是他常會講一件事情 墊高自己的高度 他說我們要用感恩來取代仇恨 那感恩取代仇恨的話 是不是他也應該要 跟這些韓粉講說 大家可以平和 可以理性 不要再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又看不到這一塊 清風哥怎麼看 剛剛大家聊了一陣子 韓國瑜市長雖然是已經被罷免 不過他其實還是有相當 有相當的動能 因為他還是有一些鋼鐵的韓粉 那麼如果粉絲又捨不得 那麼覺得萬習有感恩的活動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不過這裡大家去看到的是 其實今天事情會走到這個地步 除了韓市長本人之外 其實我說真的 韓市長高雄市府的政務團隊 其實都有一些問題 你看從這個事情 從罷免案的發展過程裡面 從過程到結果 你可以發現的是說 他們對高雄市民是覺得說 高雄市民是容易被煽動的 甚至還會講說 高雄市民投罷免票的人 你們投票的時候不會心虛嗎 缺少了一點點 現在民主政治裡面 應該要有了謙虛反省的態度 最大的錯誤解讀 這裡因為我們國中黨的朋友在現場 最大的錯誤解讀 是把罷免當成是政黨的鬥爭 那是不可能的 今天這個罷免案會成功是 空前可能也是絕後 今天如果這個罷免案 是民主進步黨發起的 絕對不會過 所以對於這個東西 做了錯誤解讀之後 後來發生的事情是 當然是支持者粉絲的 這個線性比較低落 這我們可以理解 也發生了前議長的不幸的事件 這個我們覺得應該要 我覺得大家應該也是要同表哀悼 但這個情況比較負責任的政治人物 是不要在這裡繳禍 我們有時候會講錯話 像我也會講錯話 講錯話我們就不需要道歉 然後低調 可是不能夠存有惡意 剛剛看到這個情況 我真的覺得大家要呼籲一下 像這個接到子彈威脅 今天中午我有接到 浩宇議員的LINE 他就把這個照片POCO看 跟他說一定要報 也希望他可以呼籲大家 能夠理性 能夠平和一點 因為這些激情 因為你可能不省 可能有怨氣 有憤恨 然後你想要發現 又或者是說 因為有許前議長的 不幸的死亡的事故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把他有一個怨恨 轉嫁到別人身上去 採用這種方式 坦白講這種人生威脅 恐嚇的方式就是犯罪 那這種東西不值得鼓勵 那我認為其實有影響力的人都要共同呼籲 而且我特別在這裡說 我們今天譬如說王浩宇議員 或者說今天是民進黨 我們對於粉絲的那個失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像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希望韓粉們也可以看得清楚 像這種過激的 用寄子彈的方式 死亡威脅的方式 坦白說 這不只是犯罪 這也絕對不是台灣未來應該要走的路 我其實是在想說 因為接下來就要補選了 今天公告之後 補選很快就要進行 8月15號 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這一段時間當然有人有得有失 你不能說假設今天我們設身處地 我今天是韓國瑜市長 那我意氣風發 那我被罷免 我想他的心情是失落 這可以理解 但是從整個過程來看 你要看看 這個過程裡面就是代表民意的重要性 所以你看罷免要過之後 我們只能夠佩服高雄人民 只能夠佩服人民的選擇 為什麼 我們2018年 不是今天只有韓粉的心情會失落 不是只有韓國瑜遭受挫敗而已 2018年沒有多久 民進黨一片挫敗 我們沒有失敗過 蔡英文總統2012年落選過 但是你們在敗選的時候 不會像韓國瑜這個樣子 陳其邁落選過 沒有人沒有失敗過 那你怎麼面對這個情況 是把所有的錯都怪到人民身上 怪到市民身上 甚至是怪到競爭對黨身上 那我覺得 這個未來是沒有出路的 所以我不知道 國民黨可不可以擺脫韓國瑜 可是國民黨如果不能夠 用這個高度來看 高雄市的現在跟未來的話 我看不是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 一個好的方法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就來看 8月15號就要補選了 那國民黨他們還能出什麼牌呢 說是要藍白合作 那到底是誰比較大 我們休息一下稍微回來 高雄市長的補選已經訂好日子 就是8月15號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好 陳其邁的部分 綠營派他應該是沒有問題 不過下個禮拜三的中常會 可能會進行徵召 到時候他必須要請辭投入這一場選戰 不巧的是6月17號是韓國瑜的生日 這是他的生日禮物 好 我們看到的是國民黨這邊之前有提說 我們可能不提人選什麼的 但現在從政旗鼓之後 現在說我們一定會自提人選 但是有沒有可能因為民眾黨這邊在呼喚說 你可以放下陳建 我們可以有一個合作的機會 還有這次媒體有人黃偉翰他po這篇 我是覺得這個論調我不太認同 我們聽聽看他怎麼說 他講說國民黨有一些人認為說不要提名 這個理由就是說國民黨不提 萬一民眾黨提了之後是不是我消敵掌 那民眾黨就壯大了 但是他說藍營何必擔心民眾黨壯大 只有民眾黨壯大 藍營未來受到攻擊才會越少 我是覺得不是這樣看的 來 仁俊哥 你如果看國民黨在所有的選舉裡面 大概有可能會跟所謂的政黨有什麼合作 或者是不提的 大概是在多席制的議員選舉裡面有可能 那也非常非常少數 而且他合作應該特定的都是新黨而已 那在單一的選舉裡面 包含立法委員縣市首長 甚至總統裡面 我印象中國民黨應該是沒有讓過 也就是國民黨一定都是自提人選 他怎麼可能會放手去給人家去那個 即使內部有一些聲音 那當然有很多人會講說 沒有以前跟親民黨 不好意思 那個時候的時空背景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你今天回來看 就是說國民黨現在在面對這樣一個狀況 我想國民黨自己內部 也有很多的聲音 他其實反對跟所謂的民眾黨作為合作 所以我不去揣測說為什麼有人現在會一直鼓吹 因為民眾黨的立場一定會希望在這個裡面 他要博得到聲浪 而且顯然就是提出來的變成是民眾黨的人就不是你國民黨的人 不是 而且民眾黨其實講得很白 他直接跟你爭小人 反正我們就是這樣搞 他也沒有跟你講說什麼什麼還要去包裝 說讓什麼國民黨休養生其實沒有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是明著告訴你講說我們就是這樣 我也要成長 我也要練兵 我也要做這些事 可是對於國民黨來講 我其實倒覺得就是說 國民黨現在面對高雄市市長補選的這一戰裡面 你到底認為補選的這件事情 是要讓你們這個國民黨在高雄可以政治生命可以延續 還是你們是要為韓國瑜討公道 還是你們真的覺得說補選的這件事情 是國民黨站在高雄市市民的立場來出發 所以你們要推出補選的人選 我必須講就是說到最少到現在為止 你所看到的幾乎不是第三者 不是最後的那個說我們是為了高雄市民 你聽到的都是那時候誰誰誰 就覺得說我也可以怎麼樣我也可以怎麼樣 那那個其實很糟糕 所以我必須講就是說 今天要不要跟民眾黨合作的事情 其實在民進黨過去也都有 你說跟其他的小黨合作 比如說在高雄或什麼的 你看到最後 陳菊還在任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跑到那個黨中央去裡面 然後就跟直接跟蔡英文講說 看一下實力那一塊 為什麼 因為你到最後地方其實搶的就會是地盤 我認為國民黨內部 其實對於這件事情裡面 他們也有一些討論 也就是如果今天 我今天跟任何人一個合作 不好意思 接下來要面對的 不是只有所謂的這個市長選舉而已 你還有地方的那一些選舉該怎麼辦 所以會有這些傳聞 我覺得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國民黨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定案 也就是你看他前面都在講說 不好意思 我們是因為 如果有人先移了戶籍 我也不太懂 為什麼他一定要搞移戶籍的這件事 用空降作為他們在看補選這件事情的唯一條件 可是因為我覺得千戶籍這件事情 如果說你提前已經提醒的話 是不是你要有一些沙盤推演 游淑慧就講說我四月中就已經提點過黨中央了 但是呢 對啊 我就提點過了 但是沒人插意 但我先請教清皇 我再請教這個慶豐哥 來清皇 我們看民眾黨他真的刀子已經開始磨了 因為他說我有五人小組可以進行談判 我們跟這個國民黨可以好好的談 那你就看得出來說 他們野心勃勃 他其實有那種要吃掉國民黨的味道 其實你就會發現對民眾黨策略來講 現階段 我們說他要去搶民進黨的支持者跟選票 坦白說以他們現在的狀況來講 那個是太困難的事情 因為你會發現 就我們最近看了幾份民調來講 你知道對於民眾黨 他支持意願最高是哪一塊族群嗎 是20到29歲 然後家裡過去是支持國民黨的族群 那也就是說年輕族群家裡過去是支持國民黨的 但是現在看國民黨的狀況 他們支持不下去 但是他又不願意支持民進黨 所以這一塊族群有很大一塊 他是流到民眾黨去 那你也會發現民眾黨現在操作的方式也是什麼呢 包括我們看到他去找基隆的謝利公進來 他就找了一些識別度很高的告訴你 說這一些過去就是國民黨所打出來的牌 而且是形象還不差的那些牌 所以他也讓你看到什麼呢 看到他在往藍營的選民在靠近當中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 偏偏也很多國民黨的人也主動釋放出意願 什麼意思呢 你看到民眾黨的蔡壁如說 說這個藍白合作嘛 認為高雄市補選就要開始嘛 然後你也看到國民黨誰先講 羅志強也講啊 藍白合作啊 游淑會說先交往交往看看啊 然後今天連王鴻暉也講 這個早晚都要發生了嘛 就是先試著再說嘛 然後所以你看到在國民黨內 很少看到國民黨一直說 我們賣掉賣掉沒關係耶 你就看到好幾個國民黨人都出來說藍白合作藍白合作啊 那徐巧欣呢也是支持藍白合作 但巧欣講的是說 是在議題上面可以合作 但是在參選人選上面這個東西大家就要分勝負沒辦法合作 雖然跟我打個岔好那韋傑你認為說可以合作嗎 有這樣的空間嗎 我想目前國民黨的定調還是以自題人選為主啦 那我們歡迎所有的在野黨跟我們一起來合作 這是我們黨中央目前的定調 你的意思是說民眾黨的人要掛車輪黨的牌喔 不是不是我覺得我們應該會是以自題人選為主啦 但是現在黨中有幾個主要一個定調 當然第一個我想我們不是說 因為這一次這個補選太多不同意見 有的說要跟民眾黨合作 有的說乾脆就不要參加 有的說有其他一個想法 但是呢目前我還想就我個人認為 我覺得第一個我們有幾個訴求必須要 第一個就算你不會贏或是說你會有可能贏 但是我們要深耕在地的一個主要的訴求 就剛剛我回應剛剛這個任君哥講的 就我們過去可能在這個選戰上 比較屬於這種空降式的 但是呢或許民眾他久了他是不會買單的 所以這一次我們我個人認為主要的定調 第一個在地化 我們提在地的人 那可能把這個年輕呢 把年輕人或是中壯年把它提上來 第三呢符合高雄的民意 就了解高雄在地 所以我們說坦白的啦 我覺得現在看這個時間點 國民黨那個起步 已經太慢了 早就應該有人去蹲點 或者是說培養新秀的這個部分 但清風哥 黃偉翰他是這樣講 藍營何必擔心民眾黨會壯大 因為民眾黨壯大之後 藍營受到的攻擊會變小 這個邏輯其實我是聽不太懂的 偉翰對這部分通常都很獨特的觀察 從他以前大力的支持 柯市長一直走到現在 還有韓市長到現在 我是覺得一般政黨 正常政黨都是自理提名為主 策略合作是彈性的 一般來講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有策略合作就要一些考量 那大家剛才也都評定過了 我覺得是現在的 大家政黨的士氣來講 國民黨當然希望能夠振作 那民眾黨的部分 顯然也是需要補血 所以你可以知道 像柯主席 他有一些新的作為跟發言 就是希望能夠補血 也可以觀察得到 在政治光譜上 似乎是慢慢往 比較接近國民黨偏懶的 這個方面移動 那這樣子的一個 拋出的是哪一方先拋出 坦白講能夠大剌剌的說出 我派五人小組去談判 這很不簡單 政黨合作 然後都還沒有一個譜 沒有啊 這也是一種吃豆腐啊 我先跟你講 我一文就管 是不是吃豆腐 沒有錯 就是主動出招 那這會引起什麼樣的化學變化 其實我們過去也曾經跟柯市長合作過 那回過頭來其實最好還是檢視自己 傷到哪裡哪裡要補強 因為這個有時候吃飽 不然有時候也會最心痛 你知道嗎 誰補到誰傷到其實很難講 但是如果只是選舉 如果只是選舉 選舉很快就到了 兩個月的時間 我倒認為其實可以平心靜氣來看 因為也不太有時間做太長的佈局 譬如說剛剛前後期 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那你要去黨內什麼培養人才 都很難啊 其實我覺得補選的定位 還要給高雄市民傳遞的訊息 是最重要的 太多那個算計 恐怕只是對自己的政黨形象 其實也是扣分而已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高雄市長補選這一帳呢 那國民黨到底能不能端出一些人選 現在傳出來比較大聲音 感覺上有白色力量一直在運作 藍白合作的這一塊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誰在算計誰 光綺姐怎麼分析 有一次就是聽蔡壁如她自己講說 民眾黨怎麼壯大 就是藍的挖一點 綠的再挖一點 他們會是中間 那這樣他們就可以壯大 然後我不以為 原因就是說政治不是這樣搞 不是 那你為什麼要做的 你這什麼黨啊 你這麼藍的也可以挖 綠的也可以挖 你還可以維持中間 不是這樣子 那還有民眾黨 它內鬥非常的兇 這個我們也不用爆料 因為時間太短了 就是說你看到最近幾個 不管是緋聞案 或是說他們內部的鬥爭 誰被鬥走的 那都是自己人鬥自己人 好 你這樣的政黨 你去找國民黨 其實就有點像國共和談 就是你談了三次第四次 然後你其實你的目的 不是為了和平 不是為了和談 所以我要吃掉對方嗎 就是要把對方吃掉 因為這是最快速 就是快餐到嘛 就是你車子開口繞一圈 你趁虛而入 你看國民黨現在最弱的時候 你要去吃它 但我這樣看國民黨 我就覺得我們從老李時代 跑新聞到現在 我覺得你看到國民黨 有它的極勝時期 不管黨產 不管它的權力 可是2000年政權丟 也不會到現在這樣 國瑜黨跟國民黨 國民黨還追隨國